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丁浅对郭荣荣说 还是小心点为好 剪辑行事吧 离开学校丁浅没有会心情对 他还有自己的打算 他没开自己的车打了一辆出租车 告诉司机 到塔西区黄河大街天河路 出租司机对这个地方还真是不太熟 看着导航仪在市区街道上传缩将近一个小时 才把丁浅拉到地方 丁浅没让他停在极乐盛景的古玩店门口 而是有一段距离就下了车 他在附近找了一个还算体面的饭馆 盯了里面的包厢 然后掏出手机 拨打了吴云飞的座机电话 过了一会儿 吴云飞接电话了 丁浅没跟他客套 说了一句 我在金服原饭店等你 离你那儿不远 然后就撂了电话 他整个过程都做得很隐蔽 他不想让那些便衣发现自己 如果让杜志勋知道了 可能会打乱自己的计划 他现在在下一步险棋 杜志勋只知道他是欲请故纵 其实他是在玩火 卓卷在精明的杜志勋和狡猾的吴云飞之间 十分钟后 吴云飞的身影出现在饭店门外 他穿着朴素 沈泰自若 丝毫看不出他刚刚遭遇多大的变故 丁浅坐在包厢里 朝他挥挥手 吴云飞走进包厢 坐在他面前 随手拿起桌上菜单 就说 点菜了吗 点了 糖醋排骨 烤鸡头 酱鸡肉 炖大骨汤 丁浅点了一桌骨头也 好 吴云飞想也没想随口答应 嘴角微签 露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笑 他静静地打量一会儿钉钱 就说 你果然很有能力 没让我失望 用一周的时间 就把我弄出来了 连看守所的管教 都觉得不可思议 他还以为 我肯定盼死刑无疑呢 我这个人一向信守承诺 现在就看你了 你是指温馨的事情吗 有 不过除了他以外 你先回答我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姚家月 你上次跟我说 你绑架了他 藏在别人找不到的地方 但警方刚刚调查发现 他已经死了 而且是死在医院 是坠楼受伤的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之前在骗我吗 吴云飞的眼中 显露出一点 戏血的表情 我并没有向你肯定 是我绑架了他 是你逼我说的 如果你没绑架他 他的学生证 怎么会掉在你的 古玩店门口 我看到的那个红衣女孩 又是谁 你看看 又回到过去的老问题上了 是你再不停地 跟自己绕圈子 把自己绕糊涂了 不过 既然这个女孩已经死了 那就不存在 我绑架他的问题了 你不妨再假设 他是一个幽灵 或是什么的 那他的摔伤跟你 有没有关系 这个嘛 还是你自己猜吧 丁浅真有点无语了 幸亏他没有手枪 看来 我今天真不该冒风险 来着跟你见面 被警察知道了 还以为我们是同伙呢 乌云飞微微笑道 我倒觉得 咱们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如果合伙作案 恐怕警察也拿我们无奈 你这么说 是承认你是凶手了吗 当然不 我是说如果 这只代表假设 抱歉 我不是不相信你 但我还是没法确定 你这次来 会不会带着窃听器 那就说说 温馨的事情 这总可以了吧 丁浅稍微抬高嗓音 语气也带着一点愤怒 已是真诚 比起打听姚家月的死音 和温馨的秘密 他今天来 还有更加重要的目的 好吧 我知道了 可是 现在我还是不能告诉你 你耍我 我是为了自保 吴云飞 深陷的双眼 闪烁着狡诈 温馨的秘密 是我唯一的底牌 你是我唯一能利用的妻子 我一定要慎重 下好这一步棋 你真是毫不掩饰 我这个人其实很坦率 但不管怎样 我还是要感谢你 帮我重获自由 虽然只是暂时的 这也不完全是我的功劳 只能说你运气很好 菜陆陆续续上桌了 一盘糖醋排骨 一盘酱鸡骨 两串烤鸡头 一盆炖大骨汤 猜起了 南服务员退出包厢之前 用古怪的眼神 打量着两个口味 独特的奇葩 上回 乌云飞用人骨餐具 进丁钱吃了一顿西餐 这次丁钱 就还他一桌子骨头 乌云飞稳丁钱说 你吃鸡头吗 我不吃 我只看 乌云飞拿起一块酱鸡骨 慢悠悠地啃着 有心无心地稳丁钱 你刚才为什么说 我运气好 来了 因为我们又抓到一个 有人骨骨雕的人 我卖过不少人骨骨雕 你们怎么就能确定 他比我有嫌疑 因为他收藏的骨雕 很与众不同 一串人骨手珠 一个人骨项链 一个骨笛 与你吹的那个差不多 还有一把骨刀 正是切割 那个女孩的凶器 除非这些东西 是你卖给他的 不然 他可逼你嫌疑大 正因为这样 我才有办法帮你出来 哦 是吗 那个人是干什么的 一个初中学生 男的 叫陈申 初中生 乌云飞摇里摇头 我没遇到过这样的卖家 也许他是从别的渠道 弄来的骨雕吧 你的意思是 他没有能力 自己雕刻出来吗 自己雕刻 乌云飞露出一丝机缝 定一声 虽然我们之前 聊过很多 关于骨雕的历史 你也只知道 一些皮毛 人骨骨雕的雕刻 比你想象中 有困难得多 需要相当精深的 解剖学功底 要对人体骨骼 十分了解 就凭这一点 你觉得一个初中男生 有多少机会 能亲眼见到人骨呢 更别说 他要亲自雕刻 如果这些骨雕 不是他雕刻的 也不是你 难道还有另外一个人吗 按你的话说 就是另外一个雕骨师了 你应该认识这样的人吧 乌云飞很干脆地拒绝了 对你这个问题 我无可奉告 如果你能提供线索 也可以洗脱你的嫌疑 何乐不为呢 我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 我们这一行 有我们这一行的规矩 人骨雕刻是一门修行 我们每一个雕骨师 都只做自己分内的事情 绝对不会去干涉其他人 如果你们觉得 还有另外一个雕骨师 那你们就去找 你们如果能抓到他 我绝对不干涉 不过话说回来 你们为什么非认为 凶手会雕骨呢 行凶的骨刀和其他骨雕 也许是凶手买的呢 丁浅欲言又止地说 警方一开始的想法 倒是跟你差不多 吴云飞察言观色地说 莫非你们有什么根据 丁浅故意迟疑了一下 就说 被害人徐璐 被凶手拿去了手脚 我们之前认为 只是凶手过分残忍 直到检测过 沉身的人骨 手珠之后发现 那些骨珠 就是由女人手脚 蚕骨和足骨 大膜雕刻成的 所以我们怀疑 凶手拿走被害人的手脚 有可能是用于制作骨雕 加上沉身又有作案凶器 我们不得不怀疑 她有雕骨和杀人的双重可能 她认罪了吗 无罪谋杀VIP版本